勤快的怨音勾起 长辈们的青春回忆 让大家忍不住都跟着旋律唱和 这是上海慈祭志公开办的 其乐融融学堂 已经进入第四期 平时我就是不管在哪里 我都热爱参加这些老年活动 虽然说不会唱歌 尾音不全 但是我喜欢跟着大家一块热闹 张玲玉从第一期就开始参与 每一次都呼朋引伴带着朋友一起 活到老 学到老 是他们对晚年生活的最佳助解 完全看不出他是一个癌症病友 他们带进来了以后 首先我自己改变了 然后把他们也改变了 就比方说都是无肉不欢的 然后到了这边都改变了 吃素了 本来就是那些就是很喧哗的那种 然后现在都学会了很温柔的 第四期的学堂总共五个班 有的长辈每一期都报名不同的课程 有的则转为志工学习未人服务 很多的都是我们以前没有接触过的 不许的 参加幸福生活以后 我会逐渐的更热爱生活 更幸福 实际我来过以后 我觉得真的很温暖 因为每个人都 哪怕自己身体不好 也会关心别人 所以我觉得我该在这里面 去发挥我自己的意乐吧 高龄社会已是趋势 此季的乐龄课程带领长辈走出家门 提升自己也感受生活的美好 大爱新闻 真善美之工 上海报道